在基隆市辅具资源中心专业人员操作讲解下 基隆市东区福人社长曾汉长亲自试作中心里面的电动爬梯椅 了解这种辅具对于行动不方便民众的用法及好处 为了协助行动不方便民众和家属 利用辅具减少不方便 基隆东区福人社纪念创设45周年 特地邀请日本神户垂水福人社以及八代南福人社 共同捐赠一批市价大约52万7千元 包括电动床气垫床和骨科轮椅一般轮椅 以及一味轮椅等多种功能轮椅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伊甸基金会管理的 基隆市辅具资源中心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 非常感谢我们日本两个友好社 神户垂水福人社以及八代南福人社 来共同来捐赠这批福具 希望说我们捐赠这些福具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市民 我们可以在生活上 利用这些福具来帮助他们的生活 本身也是东区福人社一份子的市议员 郑文廷也认为台湾进入老年化时代 各种福具的资源非常重要 能够给他们一个轮椅 让他们拓展他们的生活空间 让他们可以自由地移动 他不需要再靠别人 他自己就推着轮椅出去外面 他可以去工作 他可以去救学 他可以去购物 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 不用靠着别人来带他们出门的话 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一个困难 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心里面 产生更强的自信心 机动市政府身卫处长吴挺峰表示 以机动市来说 机动市身心障碍者 以及65岁以上长者 大约有89000人 也就是目前每四位市民里面 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是身心障碍者 可见各式府具在机动市的重要性 因此非常感谢 机动东区福伦社的爱心 大概差不多7万人左右 7万人左右是超过65岁 那大概有2万1000人 是零有身障证明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都加起来 大概机动市大概有25%的人 是超过65岁 或者是零有身障证明 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是我们家人家人 每四个人都家人 可能就需要我们 府具资源中心的资源 那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真的很需要很多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源 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受委托管理 机动市府具资源中心的 伊甸基金会 机动区长李莲 同样由衷感谢 东区福伦社的捐赠 加汇更多不同轮椅需求的民众 我们东区福伦社 又结合我们日本的 一个单位来捐赠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跨国际的 一个国际间的一个传爱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 想要帮助的心一起 来帮助我们基隆市 然后透过我们府具中心 然后来做一个帮助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基隆市府具资源中心指出 有任何需要辅具咨询 借用代偿电付购买 或是回收转正辅具等问题 都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2469-6966 或是上电脑官网查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